你認識豆漫嗎你對COSPLAY了解多少呢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榮沛我們今天呢一樣邀請了COSPLAY服裝製作的搭人 Mamani老師你好大家好我是Mamani我想請問老師呢大部分的COSPLAY現在目前都是自己製作服裝嗎 以目前生態的話都是買成衣回來就是在稍微自己改過呢或是說就是直接穿著 那我們現在也是想要提倡說就是大家可以用手作去享受中間的過程這個樂趣 好那老師我們今天要做的衣服是什麼樣的衣服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是北九州原創的角色KK子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它頭飾的部分 事不宜吃那我們就來今天的服裝製作吧 GO 第一步驟是要先做紙型的部分先把50公分畫出來之後 再把它的寬度從兩邊各夾2公分 我們還有一個是縫份的部分 通常的話我們的縫份像小東西我們就是律留1公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先用針把剪下來指形跟布先固定住 沿邊一圈剪下來就OK了 今天的這個頭飾它有兩種顏色 一個顏色要各剪2塊總共有4塊 接下來就是要側縫的部分 先把粉紅色跟綠色的布先結合 再把它翻正正面對正面車縫起來 那記得我們因為要翻面的關係 我們需要預留一個洞口 對好之後呢我們就是從洞口旁邊直接車縫 車縫的時候要注意就是我們要先回針 避免它會鬆掉 那回完之後直接車一圈整個圈就可以了 我們車完之後呢把它的縫份先修短 接下來就是要把它翻到正面的部分 你可以拿比較長型的東西去住你 那我們翻的時候就是把它比往內 將縫份往外推 從那個洞口推出來之後再一口氣把它拉直 兩邊的做法都是一樣 拉直之後呢我們可以拿珠針或是錐紙 把它尖角的部分縫份把它挑出來 讓它呈現一個尖的狀況 把它翻為正面之後呢可以稍作一些整趟 整趟完之後我們就是先壓個裝飾車縫 那裝飾車縫我們通常就是0.1至0.2公分寬 車到大約我們翻的洞口的部分我們要先回針 大概一針就好不要太多 待會就是要穿鐵絲用的 最後就是我們穿鋁線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穿進去之後就算完成了 然後我們的洞口再用縫溫機稍微把它做車縫起來 之後可以再做一些裝飾上去 那我們就是要固定髮飾的話呢 這我們可以在裡面縫髮片或是髮夾 我來試試看 整套的樣子是大概就是長這樣 非常的閃亮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馬南美老師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的粉絲專頁 歡迎大家來點閱 我們在一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